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后 既凭子病逝 杨虎明目张胆专权 与拉拢当时已有相当名望的孔子 此时的孔子已年近半百 夫子回来了 今日杨虎来访三次 并馈赠智礼请您出示 好一个杨虎 趁我不再赠礼 有我上门拜谢 莫非三十年前的祖宴之愿 夫子还耿耿于怀吗 求再加无怨 再帮无怨 其身知大人用矣 只是数不能从 夫子心怀韬略 却只图洁身自好 能算是礼吗 主侯争权久矣 利乐崩坏亦久矣 若夫子能与我共起 视清视路 也不枉您满腹的才华与报复啊 大人欲效法诸侯争权 岂不违背礼制 为寻求礼乐仁和之道 求甘愿粗茶淡饭 枕肘而眠 世路荣华富贵 与我如浮云 几年后 杨虎终被平叛 可时局更加混乱 何时能实现 礼乐仁和之大道 令孔子心急如焚 夫子 君尚因您平派杨虎之高功 请您做中都仔 您还犹豫什么呀 是啊 夫子 您多年来 培育的弟子都出世 做了治国栋梁 您也该放心了 请夫子出世吧 请夫子携弟子们 一同实现礼乐仁和之大道 是啊 求一年过半半 实不我待 无知无权 焉能实现报复 且如今局势更加混乱 强大齐国 又寄予我鲁 我国威仪 重新出世的孔子 被鲁定公请为中都仔 此时的他 已比早年出世 有了坚定成熟的思想体系 和治国方略 寡人久闻孔大夫圣贤 望孔大夫辅助寡人 重振陆国之位 君使臣以礼 臣誓君以忠 臣下定会竭力不渝 敢问大夫 打算如何治理中都呢 臣下一向乐于言 敏于行 只是秉承了一个字 无论做什么 那均以此字为原则 则万事无偏 何字 礼 做人 智学 为政 都不可离开礼字 尚号礼 责民莫感不敬 国家以礼治国 何愁国不负 百姓不拥戴 哈哈哈哈 好 孔大夫 你就放手干吧 哼 那孔秋 才上任一年 就升他做了小司空 如今君上要着升他为大司寇 与我们三环齐平 还把我等放在眼里吗 孔大人到 爱卿快平身 孔大夫上任不到一年 便中都大治 不知夫子所失如何良策 回君上 第一 实施预防水旱灾害之措施 发展农业生产 第二 发展工商 安置游民乞丐 第三 以仁德教民 以礼乐化民 改良地方民风 第四 提倡节俭 可除奢侈恶习 第五 制定养生送死规则 设养老所 第六 设立乡校 孤立入学读书 孔大夫如何出此政策 以政法诱导之 以刑法整顿之 民暂免于罪过 却无廉耻之心 以仁德诱导之 以礼教整顿之 民不仅有廉耻之心 且心归服矣 孔大夫真乃治国奇才 孰孙氏的大司寇位置 已经答应让给你了 恭喜夫子 夫子自从做了大司寇 国势坚强 礼乐仁和之道 有朝一日 定会行于天下 还有赖君上信任 也给求实现理想 大大增加了信心啊 今期闻鲁大志 特承邀鲁于六月 峡谷会盟 永结盟好 都是孔大夫劳苦功高 如今竟也赢得 强大齐国的友好亲近啊 寡人已答应会盟 不知孔大夫意下如何啊 郡上臣下一位 此次会盟 须谨慎对待 黎台才还备了万圣兵车 于这峡谷深处 臣下均已安排妥当 请君上放心便是 咱们不是友好会盟吗 鲁强对我齐是个大隐患 咱们虽不用兵 但借此机让鲁国敬畏于我国 成为我附庸之国 君上难道不想吗 君上 鲁师克咱们是主 理应相应 七鲁彼林 今期新闻鲁国大志 不胜还月 特聚会已是祝贺 并永结盟好 鲁国愿与齐国 共见繁荣 礼上往来 齐鲁虽异姓诸侯 实乃兄弟也 从今往后 情同异国 就早料到此惠盟 是以理性非理之事 分明是暗中威胁我鲁 即结为兄弟之邦 理应互帮互助 这是当然 那何不将先前所占鲁之问阳 运归因三地归还 以为咱们兄弟之谊 手足之情呢 孔大夫 两国外交 说话要谨慎 大积威武 本约会盟 乃修友好 不以暴力相邻 然秋也常闻 虽有文士 必有五倍 既然与鲁 结成修好 怎可失礼于鲁 三地定归之 以表诚意 今番会盟 夫子不费一兵一卒 以礼护君保国 大晟特胜于其 真乃圣贤在世啊 君尚过奖 寡人特将所归之地 赐你为露天 请勿推辞 此乃仁臣之旨 不敢受风 且今鲁虽见强 但仍有一大障碍 便是守风大夫擅权 朝政旁落 因请君尚 趁势加强攻势 恢复礼续 如何加强攻势 徽三都 三环城墙均高一丈 早已跃礼制 请君尚消解 以防拥兵自大 君尚 人能以礼制心 则奸到诈尾之端 必不做 人能以礼制事 则犯上作乱之事 必不为 故离也者 持身涉事之要端 一级治国平天下之 大惊大乏也 哎呀 你这恐会出乱子的 喜削减了两成 徽三都之举 因痛处三环利益 并未全部完成 三环与孔子 更加嫌隙 齐国得以利用 有功心为绩 如今 齐国又派了八十女月 和宝马良居 分明是诚心修好 君尚 莫要再错过了呀 孔大人到 君尚 孔大夫不必多礼 若还是为齐国修好之事 就请回吧 君尚 齐国这明显是要败我鲁政啊 孔大夫 你不是最推崇礼月吗 齐国送来女月 不正是以月化民吗 宝马良居 更加可以看出其诚心 人家主动修好 难道得罪了强旗 对我国有什么好处吗 孔大夫 君尚 臣下还有一要事 交际即将到来 此乃国礼 往军上 哦 知道了 寡人会想着的 夫子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今天不是交际大典吗 祭祀先祖乃国礼 可以看出 一个国家的国格和兴衰 朝庙地县 非礼不能招其城 管魂丧祭 非礼不能尽其情 宾棚愁坐 非礼不能表其境 礼之为用 岂可须于礼虎 国君不重 国家不兴 这 难道邱 真的要挂官出走了吗 啊 祭礼过后 如君上还能依礼制 将繁肉分于朱大夫 卢上有救 邱将规劝圣上于济氏 否则邱将行矣 孔子在路的理智仁和的理想 无法实现 痛离故土 访问列国诸侯 寻求明君圣王 以行其道而大其志 从此开始了十四年的艰辛游历之旅 尚浩礼 则民莫感不敬 故君子敬而无师 与人恭而有礼 论常日用之间无时无地 不利于礼 非礼无形也 服礼也者 所以定尊卑明贵贱 便等列 许少长其微仪 人所不能外其规矩者也 然而辗转多国 孔子都未得到理解 夫子 吃一点吧 你们随夫子遭遇困恶 夫子怎能多时分给大家吧 夫子 您曾说过 为善者天必报之以福 为恶者天必报之以祸 是人未能信 莫非夫子不仁吗 是人福放行 莫非夫子不治吗 夫子长久积德行礼 为何屡遭困恶 从者皆将饿死呢 君子博学身谋 而不欲使者多矣 非求一人也 夫子之道志大 故天下莫能容 夫子何不稍微入室一些呢 君子能修道 但未必为师所容 若不修道而求容 志向未免太小了 求死看到前方谷中有花草 嗯 哦 悔啊 你说夫子之道志大 故天下莫能容 稍微入室一些可否呢 夫子之道高远 当时不能用 此乃为国者心意 与夫子何损 如今七皇道路 仁不相容 但却欲能考验出 君子的涵养 悔真知我也 我真的闻到一股幽香 不想这谷中竟藏有一片绝世幽兰 空股幽兰不为人赏 却依然意义轻芳 堪比君子 夫子一曲依兰操 道尽兰之杰操啊 阔别十四年后 宝京风霜的孔子 终被新一代执政者 请回日思夜念的故土 此时的他 已是年近七旬的苍苍老者了 尽管十四年的路艰难崎岖 也不曾动摇秋实现理智人和的理想 正是因为有这些继承大业的弟子们 我已衰老 但天下大智的局面终会在后人实现 四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秋发现六意并非完美无缺 而起其未培育人才的根基 因此打算重新修订整理 把以人为核心 以理为形式的为人 求学 治国精神 体现于其中 以传后人 去 这么早就来了 夫子一夜未免 弟子怎敢不早来相助夫子 去何以置之之 昨日弟子离去时 这串竹简的皮条只断了四处 今朝又多了一处 夫子岂不是又翻了一夜吗 去呀 你心细若发丝 难怪景同义礼 不厌如神哪 不过夫子可不将义 视作占卜之术 弟子领听 求看义乃一部穷极客观事物 变化规律之术 大致国家兴亡 小致各人羞气 虽令人琢磨不定 但都有其一定规律 掌握了这一规律 就可以趋极避凶 决定行旨 所以求遇使义 成为一部培养人 完美人 修己达人的毅礼之术 夫子高见 以强挂曰 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不息 还如横挂曰 不横其德 或成其修 这都是在鼓励人 做事要持之以恒 自强不息 岂只是瞻不知语呢 夫子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 您费寝望时 不到两年时间 就编修完了诗 书 礼 乐 如此浩凡的工程啊 年岁不饶人哪 秋意七旬 必须抓紧弥留之计 修成六意 思而无憾哪 夫子这几个月辛苦了 先好好歇歇吧 不要管我 快将这些史料好生放好 此数月泡在守藏室 虽咸菜冷水 炒落如此多珍贵史料 收获颇丰啊 夫子这下 可以有足够丰富的依据 编写春秋了 不知夫子打算如何 编写春秋一书呢 一要真实 历史事件 天文现象发生的年月日 都要精确无误 二要有包有贬 有自己的见解 三以邪史传人为主 极力冲淡神话色彩 四要威严大义 何谓威严大义 春秋的自礼行间 寄予了秋 礼乐人和的理想 留给后世明君效法 以此一代接一代传下去 完成这个未经的事业吧 孔子发愤忘食 乐意忘忧 不知老之将之矣 夫子 将所有的弟子都叫来吧 春秋二百余年的大事列举无遗 仅为绝笔 从今而后的忌述之责 交给众弟子了 这是全部的留意书箭 往你们分头传朝 然后各藏一步 这是孔子赠给弟子们最珍贵的礼物 也是孔子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 太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尾乎 公元前479年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 教育家 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孔子 与世长辞 终年七十三岁 孔子 礼乐人和的精神是高远的 他以其独辟蹊径的方式 手开大规模的平民教育 为后世传承 礼仪邦国之浩凡文明 殿下根基 让我们记住这位博大 深邃 开明的民族圣人 并将礼乐人和的信仰 永远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